我就會希望在聖誕節的時候可以跟身邊心愛的人交換禮物 怎麼有點嬌蠢的感覺 好像一張小卡片 而且你老公抽會這一招的啊 但是我覺得很多女生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就是前面的這個很可愛 它就是專門訂做的制服抱枕 就是它可以訂做成任何一個學校 只要你找得出來那個樣子然後給他們看 它就可以幫你做出來一組一模一樣的 那可能女生是北一女的然後男生是那個建中的 它就可以做成這樣子 OK 而且這很適合就是就算從高中生就可以這樣子交換 對 從小學生就可以開始了 喔 對 有智能有智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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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現在什麼都玩 而且甚至可能不同的行業啊工作都可以啊 只要你有智服 對 就是譬如說櫃姐跟銀行 對 消防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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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是紅姐啊對不對 這兩個人好奇怪的 好好這個話題跟他們講起來都變得很奇怪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個很舒服 因為它就是剛好size剛剛好 然後可能 什麼啦 然後上班族可能就也可以放在辦公室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爬著 然後學生可以 而且還可以在上面秀名詞 比如說是建中小抱抱實在變這樣子 然後 對 對 對 然後成了這個 欸史丹利如果收到一項禮物會開心嗎 一定要收到一項禮物